下面一个问题 你父亲把佛像破坏了 你就多造佛像就好了 摔坏一尊 你去造一千尊 这就对了 而且的时候 你父亲不了解佛法 这是种误会 他一定认为这是迷信 破坏这个 这个佛像 这个当然是有过失的 但是你如果能够 帮他送金 忏悔忏罪 那么帮他造相 来做弥补 这是好事情 要好好影响 嘉秦眷属 让他对佛法有正确的认识 现在我们这个深圳那边有个同修 他将我们这个认识佛教这个小册子 把他简化了 一条一条把他揭露出来 一共写了95条 他来送给我看 我看得很欢喜 因为这揭露出来就很简单 很恶药 很短的时间就能把他看完 就对佛教真的有一个新的一个概念 很好 他送来给我看 告诉我的时候 他希望能够大量流通 我说好事情 那么这样的小册子 接受就比较容易了 太长了 他没有时间看 没想到 我说来 means 待不时 小册子 我说 等会